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刘新杰有些意外 却并不担心 可他的心还是一阵颤动 因为那件事虽不是他的弱点 却也是记忆深处 无远处碰的一幕 这些都是什么呀 齐处长派人送过来的 都是上次汽车爆炸现场遗留的东西 这些线索 那是他们查不下去了才叫到我这来的 你觉得这有什么价值吗 关于这个爆破手很多东西还是有用的 处长 我试试 看看能不能把他找出来 看看能不能把他找出来 是你走不掉了 他们已经有了你的画像 并且秘密夏华哥哥出入上海的口感 你现在出不去 那我该怎么办 先藏起来 他们还没有公开通缉你 只要远离车站码头就不会有问题 记住 没我的通知不要再到我这来 停止一切活动 等风声过去了再说 是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名单上那十个卡车司机 我已经查了大部分 他们确实是在去年的七月份 被第八局高薪频用 从那以后 这些人就再也没有露过面 这么多人一年多没露面 他们怎么向家属交代 家属们被告知 这些司机需要封闭工作 两年以后才能回来 他们所有的信件 都是由第八局的一个秘密信箱手转 所以 我们根本查不到他们具体位置 老七找你谈话了 你怎么知道 他先找的我 先问那沈明征的事 我估计下一个得找你 你说 他拿我电信处开刀 他什么人骗的他 这不叫拿你电信处开刀 他又不是针对你 谁都知道沈明征那是我的老师 我的上级 我的前任 这不是针对我 针对谁 他总得有个切入点 你倒想的挺开 对了 老沈出事的时候 你还没调过来 前面的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谁说这事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他第一个问我 老沈是你抓的 我问你 老沈最后什么结果 这真不能说 狗屁 大伯 你这人啊 心眼太小了 老七现在 必须得把所有人当嫌疑犯 对吧 那为什么最大的嫌疑犯 他不去查 谁啊 当然是李博涵了 还能是谁啊 你说这个齐佩玲 他一直觉得李博涵问题最大 为什么他现在绕着他走 这是我最喜欢老七的地方 什么事他都绕着走 你看 我没嫌疑吧 他第一个找的就是我 这就叫由浅如深 对吧 他要是有这个脑子 当初他就抓到水手了 还能像现在 被别人挤开 调出来干这个 大伙 咱们仨里头 你最聪明 你给我讲讲 你刚才说李博涵嫌疑最大 对吧 你把证据说给我听听 你等着吧 我会有证据 就是半句话 周汉廷是在前天外出回来以后 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一场 也就是说 他前天见到了他的上级 并且得到了警告 他前天的活动范围 就是这三个地区 他先后在这三个地区 离开普通的事情 也就是说 这三个区域里面 肯定有他和上级街头的地点 对 三个区域 必居其一 你这样 你赶紧调集人手 把这三个区域 给我监控起来 好 葛处长 周汉廷既然已经休眠 就会切断和上级的联系 如果真是那样 他还会在这一带出现吗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让你监控的目的 不是周汉廷 还是这个人 这是我得到的一些 木马基地的发暴记录 这些发暴记录 你是怎么拿到的 我是从孙大浦的情报垃圾里逃来的 我正在根据这些记录 在测算木马基地的坐标 可是怎么算都算不对 照我的算法 木马基地 在大海中间 在大海中间 木马基地 在一个岛上 如果是一个岛的话 那这个岛一定曾经有过秘密用途 所以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 如果要在一个海岛上建立训练基地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岛不能太小 至少得有几十平方公里 而且需要有基础设施 房屋 单水 电力和码头 有了这些条件 就能缩小范围 另外 这个岛上 一定要有公路 我派人查了那十个卡车司机 他们自从被李伯涵雇用以后 就失踪了 另外 李伯涵新买的那十辆卡车 你也不是一直没查到吗 卡车在岛上 这样 我马上把这些情况 上报中央 建议他们 对这一片海域 进行侦查 这就是刘处长 这段时间密切接触的人 就是他 这个人 在盖斯勒诊所的名单中 又是刘星杰的新朋友 会不会是巧合呢 我不相信巧合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巧合 如果刘星杰真是那个人 那这个段海平 也就不一般了 您刚才说刘处长是哪个人 局里的高层中 有一个共党打进来的卧底 这你不会没听说吧 下面倒是有一些议论 可我从没听您对我说过 您不会怀疑刘处长是那个卧底 要不要我查查他的历史 意义不大 高明的卧底 一定有一个天移无缝的历史 我感兴趣的是人的现在 那现在您让我做什么 调查刘星杰 还有这个段海平 我需要他们的一切 那水手呢 我对水手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卧底 因为他的存在 威胁木马的安全 我调你来的真正目的 也是帮我抓住这个卧底 明白了 段海平的事要保密 您放心 天知地知 您知我知 还不够 我要你做到 天不知 地不知 你不知 我知 我不是跟你说过 谭忠树把他妈妈接来的事吗 我大概知道 他不告诉我的原因了 国民党制定了一个撤退计划 像谭忠树这样 位高权重的人 都要把家属接到台湾去 看来 他们离撤退的预期 越来越近了 还有 齐佩林不是负责调查卧底吗 嗯 他找到了一条线索 我觉得 他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什么线索 第八局原电讯处处长沈明征 沈明征 我知道他 他是咱们原来在第八局的一个卧底 他是我的前任 也是电讯方面的专家 是第八局的元老 他隐藏得很深 我也是在他暴露之后才知道 他曾经存在过 好像是在三十五年 他突然毫无征兆地失踪了 不是失踪了 是牺牲了 我是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初调来上海的 就在老沈牺牲前一个月 我到上海的那天是大年三十 当时我还不知道 我就是为他而来的 刘长官是第一次来上海 看战前我来过 那您的家眷什么时候到 我没家眷 你是哪个处的 请报处 新杰 你没变一句 是啊 新杰啊 怎么快就来了啊 快 叫新杰师说 新杰师说 你都长这么高了 来 走走走 我得说 在来上海之前 你和谭中树失去联系有多久 两年 他来上海的时候我还在住院呢 那后来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 中央让我想办法打进第八局 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做的太主动 我给总参谱部写了一封信 要求调动工作 我知道谭中树的第八局神动广大 果然在我调动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我 他给我发了封电报约我来上海 新杰啊 我一直希望你能在上海安定下来 对了 你不是申请过调动吗 现在正好八局确认手 可我就是一个粗人 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 在你局约我能干吗 是这样啊 八局内部呢 有一个共产党间谍 我希望你帮着我抓住他 此人叫沈明征 也是个电信专家 也是八局的元老 以他的经历和他的级别 向我都不便公开调查的 但是上边呢 催我又催得紧 不能再拖拉 我帮你干吗 确定他的身份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 除掉他 这件事只让你来做 为什么只能让我来做 因为我是局外人 不 因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根据中央的指示 沈明征是我的第一个联系人 我必须首先跟他接头 我的潜伏使命才算正式开始 而谭东署的安排 却表明老沈已经到了 这让我感到很困惑 我没有想到 这一切 其实都在老沈的计划中 您好 我是沈明征 你已经见过我的照片了是吧 你是刘金杰 我也认识你 因为是我请求上级派你来的 老沈已经潜伏了很多年 那次他不惜暴露身份 是为了破坏敌人一套极其精密的密码系统 他在行动以前 请求中央为他物色一个接替他的人选 那个人就是我 这么说 中央派你打入第八局 是为了接替老沈 你的身份也是最高机密 在你休眠期间 连我都不知道你的存在 就像当年的老沈 像我们这种休眠者 一旦被唤醒 就意味着暴露和牺牲 那当年老沈的牺牲 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 这套密码系统 是花大价钱从国外买来的 运算极其复杂 光是使用前算法的转换 就用了整整四个月时间 可是再精密的密码 也有破译他的方法 我们干嘛不找破译他的方法 你说的没错 但是关键问题是时间 就是因为他复杂 顶尖的破译高手 方法正确 加上运气好 破译他起码需要一年的时间 在破解的之前 咱们的部队在战场上 就是龙的瞎子 为了能给咱们部队换来一年的时间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值得 我还是不明白 这套密码 你是经手人 你最熟悉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等他使用以后 再用隐蔽的方式 传递他破解的方法呢 简单地说吧 一旦这套密码投入使用 只要改变几个简单的参数 就连设计者本人也很难攻破 这也是他一种防御方式 我只是个经手人 将来他投入使用后 拿他也没办法 所以趁着现在 还在我手里 先把他毁定 你是唯一能破坏这套密码的人 所有的嫌疑都在你身上 谭忠叔现在把你的事情交给我了 我们可以想办法 你错 我要想自保 在谭忠叔察觉之前 我就可以一走了之 但是第八局内部的位置太重要 我请求中央派你来 是让你来接替我 而不是帮我脱身的 谭忠叔这次想借我的案子 考察你的能力和忠心 你必须通过考察 才能进来做上一把球 我们应该怎么办 按照他的意义 把我送上当头代 咱们再见面的时候 你要扮演好你的角色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的角色是审讯官 而他是囚犯 我看着他经历了种种苦行 我看着他一次一次昏过去 他每次昏过去 其实我都希望他不要再醒过来 谭忠叔一直在观察我 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是一名筷子手 把老沈送上端头代 老沈毫不隐瞒他共产导演的身份 除此之外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谭忠叔对我的努力 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案子还没结 他就决定留用我 让我当总务处处长 我想我应该想办法 结束老沈的痛苦 我知道老沈想得和我一样 谭忠叔对我很满意 任命书已经下了 这个给你十秒钟 很快没痛苦 不 这个不行 他们会怀疑你的 我已经观察 每天下午四点半 是花瓣时间 走廊里有的警卫都带着枪 这是我唯一的计划 明天下午 你一定要在那个时间提倡 好 还要来 这就不用了 这就不用了 打扎 我都不是 这就不用了 是 我刚才想拿了 我当心这个 提倡 你 肯定 我 你 请你签个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的时间多一些 圈子绕得再大 最后还会绕回到你 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 好好想想 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卢尔兄 不好意思啊 这局里实在是太忙 到现在才来看你 其实啊 我知道你们嘛 你没必要亲自来看我 你看看 我也招待不了你 还让你端长刀斐伺候我 都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 咱们什么关系啊 这茶不错 吴一山的秋茶 尚还见不着 行啊 齐首长 还是你识货啊 这是昨天刚从福建寄来的 福建有亲戚 我没有 一个朋友送的 瞧瞧姐吧 刘欣杰这个大嘴巴 都跟你们说了是吧 果然说 这么大的喜事还瞒着 不应该啊 好福气啊 乔小姐 这年轻漂亮 有好气质 你说让这么个漂亮小姐 成天伺候你 不大合适 住院吧 没必要 有他一个人照顾就行了 每天都过来 瞧姐你每天还要上班 再说 人家还没嫁给你了 就这么麻烦人家 太不好了 住院好啊 饮食洗剧有人照顾 治疗起来也方便 不气不气不气 你看 我这骨折不厉害 再说了 复卫复得也不错 不需要什么治疗 在家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万一兄 这样我可得说 千万别把自己的病 不当回事 华德医院的骨科主任 是我的同学 真的 刘美回来的 医术相当好 我都替你安排好了 来来来 用不着 我真的用不着 我跟你说 真得好好检查检查 万一又有点什么事呢 是不是 来来来 我跟你说 那我也得收拾一下 是不是 待会儿啊 我给你收拾好了 给你送过去 瞧姐那儿 我打电话 零打招呼 其实真 你用不着 你看 来来来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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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来 乖乖乖乖乖乖 那我就 宗静不如 我俗命了 谢谢啊 咱什么关系 你看看 你看看 市内有个人照顾 对方便 谢谢 哈哈 待会儿 回来收拾 啊 我太心了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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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齐佩玲突然带走马卫然 刘新杰清楚 齐佩玲已经接近正确的方向 尽管齐佩玲也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他也很快就会明白的 齐佩玲会施加多大的压力 马卫然又能坚持多久 刘新杰拿不准 他只知道 时间不多了 这三个区域我都仔细排查过一遍 这是周汉廷甩开跟踪人员的第一个地点 周汉廷摆脱头跟踪的惯用地点新兴电影院就在这附近 我去电影院查过记录 周汉廷到的时间正好与早场散场的时间相吻合 我判断他到这里兜一圈是为了确保安全 所以这不是他的目的地 这个电影院我知道 这是他们的常规手法 这是周汉廷消失的第三个地点 他进了一个川堂门 然后就消失了 我也去走了一遍当天的路线 那条街太近了 有陌生人经过非常的明显 不适合隐蔽 所以我判断这也不是他的目的地 你说的对 C区离周汉廷甩家是最近的 而且后面的几条小路都可以让他回家 他上级机关的地点 也不可能设置在离他家这么近的地方 对 所以A区C区是他于区于回的安全路线 他最有可能去的地方 还是这里 那B区的距离情况呢 这是两个商业区的交汇处 这里 这里 是两个繁华大街的连接线 这一大片都是居民区 临街都是店铺 来往的人多 面积大 也很复杂 所以 我判断水手的秘密据点 最有可能是在这个区域 我同意 立即在B区 布置重兵 我等你的好消息 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呢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不好 都是因为那两封信 这事跟你没关系 是有人在我背后捣鬼 是什么人要这么做 怎么说呢 我办公的地方 跟你的学校不一样 总是有人在勾心斗角 如果真像你说的 是官场上的勾心斗角 我倒放心了 只是我担心 担心什么 我担心他们怀疑你是共产党 我会吧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罪名 那些爱整人的小人 看见谁不顺眼 就见发是共产党 说的对 我知道 你特别认真的 说我说的对的时候 就一定是我错了 不是 是因为有的时候 你能把复杂的事 想得特别简单 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跟你说 段校长 想让我去南京的音乐学院 进修半年 什么时候去 如果要走的话 下个星期 看样子他没跟你说什么 没有啊 我以为他会提前告诉你 因为你们关系 不是挺好的吗 可能因为这是 你们学校自己的事吧 而且关乎到你的前途 他可能觉得 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那你什么意见呢 你觉得 你觉得去对你有好处吗 你是不是有计算 对 我有 一个挺要紧的约会 那你先去忙吧 我的事以后再说好吗 好 那这样吧 如果你定下来去的话 你提前告诉我 我送你好不好 我先走 我先去忙 eh 我先去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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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 consulted 我先去忙 我先来忙 那你 上次查的那个交换机在什么地方 也是在一空房间 我弄清楚了电话机的工作原理 马上查线路 也就是在第三天吧 就找到了 可是机器已经让人给拆了 这个线索断了 咱们找另一个 你说他们藏咱们找 落后几步很正常 别灰心 我能不灰心吗 本来就不欣赏我 就算我查到有价值的线索 也没人帮我跟进 我每犯一次错误 对我的怀疑就增加一分 大夫 你怎么这么想啊 谁不欣赏你了 他了吧 我知道你在复查老沈的案子 他是我老师 我又是他招募进局里的 又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你查他 那你不是针对我 那你是针对谁啊 大夫 你就踏踏实查你的案子吧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 我扶杀沈门针 绝对不是针对你 那你是针对谁啊 他的另一个接班人 我扶杀沈门针对你 坐 你觉得在这见面好吗 我还没顾上跟你说呢 我已经把这儿给盘下来了 打算自己当老板 当然 铺面需要重新修缮一下 正好你利用植物之变 过来帮我 这样好 买下你心爱的书店 符合你的做派 以后我就能常来了 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 送给谭忠树的 是庄先生公司的经营报表 以及所有船只的货运清单 这些报表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现在还不能给他真的 一旦给他真的 我就得向庄先生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不过这些都是在真的基础上 经过精心修改的 他详细记载了所运的货物和到达的港口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有一个计划 你说让谭忠树能够感觉到但达不到目的 你是指这个 这只是第一步 先试探他一次 起码能争取到一些时间 但这资料是假的 我不能保证拖入谭忠树太长时间 能拖多久就多久 十五天以后 第一艘装药品的船就能到港 这是为你准备的情报来源 熊一维 庄先生公司的一个乡女 故事和身份都已经编好 可以让他们查他的点 这个人必须要保证随时消失才可以 我知道 我有两件事情 第一 马维然被齐培林带走了 现在看来 马维然的腿伤 并没能左右齐培林的视线 如果万一马维然承受不住压力的话 我必须得动手 到时候我可能需要你配合 没问题 你来定方案 我这边全力配合你 第二 关于李德元的偷诚 必须要我亲自确认 你要立即通知解放区 绝不能让他自由走动 也绝不能让他接触秘密文件 行 我马上向上面汇报 你再摸一下李德元的底 但是记住 不能冒险 我知道 有具体方案吗 上次假火警的时候 我已经找到了李德元的住址 和他两处安全房的地址 我先把他这三个窝摸摸再说 好 我走了 怎么 顾叶佳跟我说 你把他调到南京进修了 对 顾老师在南京的生活和安全 都由我来负责 你放心吧 你的这个决定 跟我有关系吗 你还记得 我们俩聊过你的弱点吗 我把顾老师暂时调离上海 对你对他都有好处 顾叶佳是谭忠叔太太介绍给我的 如果我不跟他接触 别人会觉得我有问题 我觉得他不能算是我的弱点 他算是我的掩护吧 你对他真的只是疯场作戏 只是为了掩护 我相信你对他是有感情的 这就是我送走他的原因 敌人想要打你的主意 首先会在他身上找突破壳 前段时间他的通信已经被监视过 这就是一个信号 你现在不能有任何牵挂 一旦有危险 就要放下一切 谢谢 谢谢 保重 干什么去了 我派人找了你半天 紧闭室坐着太无趣了 我干了点私活 看看 这是庄业军公司这一年的营业报表 好 有了这个 我就可以缩小范围 精确控制 到你来呢 跟你说件事 有个脏活 必须带你去干 多脏 很脏 非常脏 我呢 接手了二十六个政治犯 他们全都是共产党 这些人呢 大多经历了全乡逼顾 不为所动 简直就是难啃的硬骨头 这都是从哪儿转过来的 南京 上海 武汉 全国各地的情报 我们送过来的 现在已经到了九曲桥监狱 上头的意思呢 是让咱们处理 没办法 我只有接下来了 那上头什么意思 怎么处理 现在的局势 你是知道的 东北不报 接下来就是花东和花北 那么这批人呢 有没有利用价值 所以 多杀光